台南市政府要拓展展览的风潮 所以在永华的行政中心一楼电梯口 就输出了毕卡索等等的名画 让洽工的民众来共赏 但是其中有一幅是坐着的裸女 那么因为描绘出了女性的胸部 发生了有民众带小朋友来电梯口的时候 被问到尴尬的情况 电梯上楼洽工民众走得匆忙 但要走进这个门却有点害羞 电梯门口这幅画叫做坐着的裸女 因为线条描绘的胸部特别明显 好像也让搭电梯的人觉得尴尬 没有之前有看到一个画 你也在拍那个画 对啊 柔体画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很好啊 因为线条很抽象 所以你不会很具体的去联想到什么 还好吧 因为这个是毕竟是艺术品 师傅为了要宣传展览 还特别放大输出并哈索名画 就放在永华行政中心的一楼电梯 是要让来往洽工的民众欣赏名画 不过却发生 有小孩子对于肩挺胸部产生好奇 他们都是用抽象的线条 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形象 来展示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 从各个不同的层面 所观察到的人物 名人名画开放给民众 以不同角度观赏 感受都不一样 但还是要抱持艺术心态 才能体会画家作品中的含义 记者黄耀明 台南报导